澳洲的少女羅瑟福德 即將打破世界紀錄了 成為獨自開飛機 環球世界最年輕的女性 而羅瑟福德從去年十二月 曾經是經過臺灣 也短暫的住進防疫旅館 品嘗過臺灣的糖醋排骨 目前她已經飛抵歐洲了 在德國還有捷克附近 預計十七號 就會重返家鄉比利時 降落在去年八月 啟程出發的城市克特萊 完成環遊世界的旅行 目前史上最年輕 單獨架飛機環遊世界的飛行員 紀錄已經在去年 由十八歲的英國青少年打破 而羅瑟福德則會成為 擁有同樣經歷最年輕的女性